这球二号中带啊 其实有球啊 老铁门啊 咱们第一根延伸场你看着啊 看看 俩一块儿进 知道吧 这叫什么 齿轮效应 兄弟们啊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咱打7呗 7号在这块儿不太好打 先处理了 高端推进啊 推进以后看看角度 三号球的话能不能K球啥的 哎呀 这角度不好K了 不好K的话咱就这么对吧 三号咱撞四号的右边进 这球 看着啊 哎你这么近的话这不开了吗 但是这六号就不好打呢 六号的话不行咱再来一下吧 打一撞十二边近的这球 行不行发点力看六号能不能给它蹦出去啊 这个高端就可以了啊 看看六号蹦出去 白亮 哎还行还行还行 哎呀但这个角度咱应该先打四 打四叫六得了这球 四叫六 然后拿六叫五是不是啊 哎呀没注意啊 这八号球在那儿呢 八号走那儿去了还 中低杆左赛啊 他走那儿去了这黑板啊 完了这角度K也K不着了 这咋着啊 你有新本家进行之行 请请快回顾 这咋着 哎 咱就利用刚才二号手就完了呗 再来个低杆 能不能进两个 哎你看这玩意啊 得瑟有点东西就得瑟 感谢了的支持 说明观众谢谢啊 这爽一下 硬不硬 点个关注吧